今天講講中美貿易戰 特朗普總統突然間出來 就跟傳媒說 不會放寬制裁除非有協議 在白宮那裏就 見著著白宮記者 就說得龍而重之 我覺得他多多少少都是因為 內政那方面和民主黨 就連開會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唯有拿中國出氣 希望外交的夏馬威 能夠為他拿點數分 說回中美貿易戰 其實現在特朗普總統的叫價越來越高 由最初只不過是覺得 貿易逆差不能接受 去到後來華為事件 再去到近來一個 我覺得中國更不能接受的 拿命騰 就是美國提出 要求以後跟中國有定期的貿易檢討 如果發現有什麼差距 就會立刻重新制裁 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政府 都幾難答應 如果答應的話 都相當之後果嚴重 因為這樣的話 如果你說半年也好 一年兩年也好 如果經常不斷檢討的話 其實中國政府不是最大受害者 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在中國做生意的人 因為你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在兩個國家貿易上再生磨擦 甚至乎增加關稅禁止出口等等 這些貿易壁壘 會什麼時候捉起這些圍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中國來說 就是趕走自己的地方上經營生意的人 明顯這不是貿易易差不簡單 其實這一個我覺得 可能是美國的一個整體上的大國戰略思維 就是怎樣長遠令到中國的經濟不能夠起飛 的一招殺手間 因為其實最初的時候 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 那個商討都還在於一個所謂怎樣解決貿易的易差問題 例如有些消息說 美國向中國提出要增加採購額 在未來幾年去到一萬億 去到2024的時候更加要將貿易平衡化 大家的貿易是零的 零的意思是你買我一千元 我就買你一千元 大家打個和算 其實這件事對於中國來說 還是一個單邊的貿易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一旦美國進行了定期檢討 雙方貿易的狀況的話 就很可能令到 無論是對於中國的原材料入口也好 或者製成品出口也好 都可能造成一些所謂的蝴蝶效應 令到中國和其他國家做生意的時候 都要受美國貿易制裁的陰影所籠罩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如果你是第三國的話 可能你都會選我不跟中國做生意 或者我不在那裡設廠 我寧願去一些近年和美國相當友好的 好像柬埔寨、越南等等去開廠 因為事實上那些地方很明顯 現在還未引起到美國的注意 所以美國在照顧小弟弟的情意結底下 就應該不會對他們實施一些很嚴苛的貿易上的制裁 或者一些規限 如果你是一個商人 你會選擇去那裏做生意 還是繼續留在中國呢 那說回中國 如果你說跟美國談得不好 或者達成一些協議都相當辣的話 那作為中國的經濟的一些正常的政府的部署 都應該是提高內需的 那但是中國人就很奇怪 中國人其實那個儲蓄的邏輯思維相當之強的 那有一些的統計 甚至說中國和美國人 大家如果都是賺一元的話 中國人儲的錢就會 譬如中國人儲五毫 可能美國人只是儲兩毫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會見到 就算你說之前這個中國銀監 或者這個中國人民銀行 降低這個全部準備金率 或者推出很多的這個放寬 這個中小企借貸措施都好 都不是這樣能夠提振到 這個中小企借貸的興趣 或者甚至提高到 這個中國人民的那個消費意用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如果內需不振 或者內需不可以在短期內提高的話 確實令到中國政府相當之煩惱 因為其實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你糖水滾糖魚 那些錢最後都是在銀行裏面 你借不出去的話 其實就不能夠淺生錢 那中國是否真的能夠 再用回前幾年的那些 靠外銷來不斷令到儲備增加呢 這一方面確實已經是兩碼子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如果內需又不行 外銷又不成氣候的話 我估計中國都可能 真的有極大的一個 所謂經濟上面的那個 增長的風險在這裡 所以究竟這個中美貿易戰 會怎樣打下去呢 其實我估計 現在都看不到什麼眉目 反過來說 我估計美國可能 除了這個貿易上的定期 那個檢測之外 可能還有些後續都不頂 究竟會怎樣呢 跟大家繼續留意著